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 我是李明 最近听闻上海的商城空空荡荡 上海的医院人满为患 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 2023年10月 一位33岁的中国妇女来到了四川巴中市 参观当地的家禽市场 回到宾馆后就立刻感到身体不适 于是她就到当地的医院去就医检查 检查的结果让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 她感染了罕见的禽流感病毒H5N6 22日当地的防御机构就将她送入了医院 11月14日 这位妇女就去世了 短短三周时间 H5N6禽流感病毒就夺去了她的生命 不过直到现在 当局都没有公布这位女性感染病毒的具体细节 与此同时 禽流感病毒显然是十分不甘寂寞的 2024年1月27日就是今年 中国出现了第一个被证实感染H10N5死亡的人 死亡的这名患者 同时患有季节性的流感H3N2 她曾经接触过活的家禽 而且这些接触过的家禽 检测后都呈阳性 很快2024年2月12日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界政府峰会上 就突然提到了一个新的病毒的名称 听后不觉让人毛骨悚然 难道谭德赛提到的新病毒就是这个H5N6病毒和H10N5病毒吗 他们看上去很像 但似乎又不太一样 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人感染后 短时间内就会死亡呢 难道是新一轮的大流行 已经在路上了吗 谭德赛呢 在今年的世界政府峰会上 特别强调说 历史告诉我们下一次大流行病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 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 这什么意思啊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 谭德赛的言下之意是不是也太明显了呢 他的意思不就是说一种超越COVID-19的新病毒已经来袭了 那么这个新病毒到底是什么呢 早在2018年的世界政府峰会上 谭德赛就提出了X疾病的说法 他认为COVID-19就是一种X疾病 是一种导致新疾病的新病原体 不过那真正让人感到恐怖的 是经过2019年的大流行之后 谭德赛在这次峰会上说的 他说最近对X疾病的关注度很高 世界仍然没有为下一种X疾病和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 如果他明天来袭 我们将面临许多在面对COVID-19时遇到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呀 如果细思谭德赛讲的这句话 难道不令人感到恐怖吗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 请大家一键三连 点赞订阅转发 这样呢 您就能及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 跟着我们节目的脉络 了解我们对地球宇宙 以及人类背后真相的独家揭秘了 原来世界各国惨烈走过新冠病毒疫情后 世卫组织就有了一个想法 在2024年1月17日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 世卫组织就提出了这个想法 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大流行病 X疾病 还说这是一种突发 但世人所知甚少的疾病 世卫组织呼吁 全体会员都要准备做好应付这种新的疾病的预防工作 但是呢 很快就有人说了 世卫组织说的这个X疾病呢 其实并不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称这个疾病为X疾病的原因了 这个X疾病呢 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设 是一种虚构的流行病 世卫组织从2018年就开始研究它了 在联合国的网站上呢 我们的确是可以读到这样一段文字的 疾病X中的X代表了我们不知道的一切 这是一种新疾病 当它出现时 我们对其知之甚少 它可能致命 也可能不致命 传染性很强 并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 如果我们去查询有关X疾病的资料 就会发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 对X疾病的解说就是 不过是为了鼓励民众去积极思考 可能导致大流行的病原体 让人提前为应对这些疾病做好准备 不过呢 并不是每种病原体都能引起大流行的 所以呢 科学家就普遍的认为 X疾病所具有的特征呢 大致有这么两个 一个呢就是呼吸道传播 例如大啸啊咳嗽啊打喷嚏啊 都有可能让病毒扩散 就像COVID-19那样 另一个呢就是非细菌或真菌的禽流感 这种病毒呢 会从动物物种传染给人类 也可能是一种人类病原体的变异 改变基因后呢 会导致大流行 那么这是不是说 X疾病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了呢 世卫组织这么说 只不过是过度防范呢 可是跟踪下去后啊 李明却发现情况似乎并没有那么乐观 今年年初 英国East Anguilar大学的保育生物学家 Diana Bell教授 在她的一份报告中说 当人们问我下一次全球疫情何时到来时 我经常说 她已经来了 而且有更多的物种正在遭受她的折磨 Bell教授是一位研究新发传染病的保育生物学家 他所说的最新全球疫情呢 使的就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H5N1 2024年2月26日 周一英国卫报报道说 官员证实禽流感首次抵达南极大陆 四天后到了周五 在阿根廷南极半岛科学研究站 普里马维拉基地附近 科学家从两只死去的贼欧身上发现了H5N1病毒 到了周日 西班牙政府在一份报告中说 这一发现首次表明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已经到达了南极州 根据官方的报道 这次H5N1的疫情 已经导致了全球数百万只野生鸟类的死亡 并且蔓延到了除大洋洲以外的各大洲 最恐怖的是 Bell教授的研究小组始终没有找到 这些动物是如何感染上这种禽流感的证据 最奇怪的是 感染病毒死亡的动物呢 它们的主要食物是蚯蚓 按道理是不应该像许多圈养的老虎那样 因为吃了染病毒的家禽而感染的 也就是说呢 这些贼欧到底是如何感染上H5N1病毒的 科学家们根本就无从知道 通过研究和持续的监控 目前科学家呢 已经知道南极出现的禽流感 是可以感染人类的 而且如果出现一种或多种的基因突变的话 可能就会提高它的传染性 贝尔教授说啊 在过去的三年中 已经有数百万只鸟类和数量不明的哺乳动物 因为感染这个病毒而死亡了 而这种病毒呢最早是在1997年在中国出现的 是在加额的身上发现的 然后呢迅速的就传染给了东南亚地区的人类 死亡率高达40%到50% 贝尔教授的研究小组发现呢 2005年这种病毒出现在了越南菊芳国家公园的 圈养繁殖项目中 不过呢同样奇怪的是 贝尔教授的团队始终没有找到病源的证据 这呢让贝尔教授的研究小组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于是呢他们就决定 系统的整理那些被证实感染禽流感的 所有死亡的报告 然后呢再对这种病毒 对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威胁程度进行评估 整理报告的过程中啊 研究小组有了重大的发现 不过这些发现却是他们自己都惊呆了 贝尔教授所指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 于我们节目开始提到的 导致在中国出现的两起人类死亡案例的H5N6和H10N5病毒 其实呢是一类病毒都属于甲型禽流感病毒 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禽流感病毒 通常呢禽流感病毒呢有四种类型 甲型、乙型、丙型和丁型 像野生水禽啊 包括海鸥、燕鸥、冰鸟、鸭子、鹅和天鹅等等 都被认为是禽类的甲型流感病毒的宿主 根据病毒表面的两种蛋白质呢 甲型流感病毒又分为亚型 包括血凝素HA和神经氨酸酶NA 所以呢只要我们看到H5N1和H5N6 类似这样的病毒代码的话呢 都属于甲型禽流感病毒 2023年10月23日在四川感染H5N6死亡的女性 2024年1月27日 中国首例感染H10N5死亡的患者 以及南极出现的H5N1感染的病毒 都属于禽流感类的病毒 贝尔教授团队在系统整理论文的过程中发现 截止2005年12月 大多数确诊的感染病例 都是在泰国和柬埔寨的动物园和救援中心发现的 2006年雀鸟的种类中 有13个目中至少有一个种类 都出现过感染禽流感致死的报告 这个数量啊 包含了所有鸟类物种的84% 他们在2006年发表的论文中还发现 这种病毒很容易跨物种传播 于是呢他们立刻就提出警告说 有一天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疫情 对全球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 不幸的是贝尔教授团队最担心的事情 今天真的发生了 从2005年到2024年 贝尔教授能清晰的看到 在这20年间 禽流感不仅在欧洲迅速蔓延 而且波及到了北美和南美 导致数百万的家禽各种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死亡 从北极高纬度地区到南极大陆 禽流感正在迅速的吞噬着各类物种的生命 这将给人类的生态圈带来毁灭性的灾害 这让他十分的忧心 他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发现 自2020年以来 有26个的国家报告说 至少有48种哺乳动物死于禽流感病毒 就连海洋生物也不安全了 自2020年以来 已有13种水生哺乳动物 因为感染禽流感而死亡 包括美洲的海狮 江豚和海豚 在南美洲 动物更是数以千计的死亡 死亡的规模十分的恐怖 在英国由于感染禽流感 北贼欧死亡的数量超过了75% 英国北尖鸟的数量也减少了25% 白嘴端凤头燕欧数量减少了35% 普通燕欧数量减少了42% 而且令人焦虑的是 科学家到目前为止 还没能在所有受影响的物种中 获得病毒序列 通过研究和持续的监控 他们所能知道的 只是病毒的适应能力 不过他们已经肯定 这种禽流感是可以感染人类的 而且一种或多种的基因突变 还会提高它的传染性 从2003年1月1日到 2023年12月21日 这个期间 共有23个国家报告了 感染H5N1病毒的病例 患者的死亡比例为52% 死亡病例中的一半以上发生在越南 中国 柬埔寨和老挝 贝尔教授说 在2000年代初 H5N1病毒曾在人间传播 死亡率很高 因此 如今再次有人在接触家庭后死亡 这十分的令人担忧 在过去的三年里 一些物种因为感染H5N1而死 已经濒临灭绝了 今年刚刚在南极州大陆出现的首例 死于H5N1病毒的贼欧 会导致企鹅群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 因为ZO是靠捕食企鹅蛋和雏鸟为生的 在智利 H5N1病毒已经杀死了红宝德环企鹅 人类与动物处于同一个生物链轴 如果H5N1病毒已经如此凶猛的爆发 那么人类距离新一轮疫情的再次爆发还远吗 可是上一轮疫情中出现的困境 我们都还没有解决 再次出现疫情 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则商业信息 生活中最容易忽视的人 往往就是最亲近的人 其实一句简单的问候 一个小小的礼物 就能让家人感到暖暖的爱意了 为了让每个家庭都能够充满爱意 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蓝莓优品从4月9日到4月21日 举行幸福家人春季礼包大放送活动 有不少适合送给家人的产品组合 有红森产品 护肤保养品 茶叶等等 多种组合能够满足您不同的需求 带给家人健康舒适 爱意满满的体验 需要的朋友就赶紧下单吧 作为科学家 贝尔教授认为 要想阻止H5N1和其他禽流感疫情 就必须重新审视 孵化这种病毒的 集约化家禽养殖场 防止它给我们带来危害 因此在全球的范围内 就必须彻底改革家禽生产 让饲养鸡蛋和除鸡的各国农场 实现自给自足 不再向国际出口 防止养殖场 渐渐发展成超过100万只家禽的 超大规模的趋势 贝尔教授是一位研究 新发传染病的保育生物学家 所以考虑问题 自然是先从动物家禽出发的 可是人类就这样 坐等处理好家禽问题吗 那不是太危险了吗 那么怎么办呢 台湾虽然没有加入世卫组织 不过疾管署发言人罗一军 针对X疾病 点名三大病毒是需要防范的 首先就是流感 新型冠状病毒 其次就是伊波拉病毒 最后就是出血热病毒 这些都是高致死率的病毒 因此他强调流感季节 要勤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减少出入公共场所 均衡饮食规律运动 充足睡眠 增强抵抗感染的能力 不过李明觉得 以上这些措施 虽然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却不是最重要的 中医讲病由新生 也就是说病毒来袭 有被感染的 也有不被感染的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被感染 而有人却不被感染呢 美国的著名心理咨询专家 约翰辛德勒 曾出版过一本书 书名就叫做病由新生 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行医经验 总结出了一个规律 将近80%的病 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 76%的疾病是情绪引起的 只有20%左右的病 是因为细菌感染等等 外来因素所导致的 所以治病要从心入手 解决心结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 那么那些感染病毒的人 他们的心病会是什么呢 如果是我们自己 或者是亲朋好友感染了 导致感染的心病又会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啊 要想远离病毒 就得找到自己招惹这些病毒的心病 去掉了 总一讲就是驱邪归症了 病毒自然就会远离了 甚至连药都不需要服用 其实呢 人各不同 导致人感染的心病也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如果大家一直跟随我们的频道 走到今天就会发现 随着宇宙大爆炸的消失 世界被重置 根据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的开示 目前呢 存留的人类 以及留给人类的时间 是用来给那些下世历练 还能重返天界的神的 让他们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开启自己的封印 找回自己神的身份 随主回天 但是呢 很多人的灵性啊 在多次的轮回转世中啊 真的就被埋得太深了 甚至完全就沉沦了下去 随着魔鬼助纣为虐还不自知 当宇宙进化的程序开启 瘟神就会降临 在世间行温不易 那么那些被感染的 不得好好反省一下 为什么自己会被当作进化的部分 被瘟神标注吗 据可靠资讯透露啊 疫情中被淘汰的呢 除小部分老年人到兽 是自然死亡以外 感染疫情而亡的 大多都是跟着中共跑和亲共的 当然很多大陆的同胞 是被中共骗上贼船的 那么如果想要逃离瘟神的标注 那该怎么办呢 方法当然是有的了 最具体的解救的秘方呢 就是九字真言 具体的内容啊 大家可以去看我在2021年2月份 播出的地球脑波那集节目 所有的科学原理啊 都在里面了 这集节目的素材呢 来源于我的亲身经历 我呢有一个白人朋友 她的姐姐啊 在COVID-19期间去西班牙去参加狂欢节了 回来后呢就感染了 刚进医院就上了呼吸机 奄奄一息的时候呢 姐姐还是撑着最后的气力 用手机给她拨通了电话 她听说姐姐在呼吸机上就焦急万分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情急之下 她突然的想起了别人告诉她的九字真言 她就赶紧在电话里告诉她的姐姐 让她姐姐照着念 而且要坚持念 不过这九字真言呢 可是中文啊 没有想到姐姐呢 很乖 真的就跟着念了 忽然就感觉到轻松了许多 放下电话以后啊 姐姐就又继续默念 结果啊 三天以后就出院了 连医生都感到非常的惊奇 因为这个故事呢 我呢就去查询了相关的医学资料 想看看这个九字真言的科学依据到底是什么 结果还真给我找到了 于是呢 我就做了地球脑波这期节目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做好应对的预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有心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在频道的下方点击赞助链接 您的资助对我们的团队而言 真的就是雪中送炭哦 大家知道我们的内容跟其他的频道可真是不一样哦 你们的赞助能让我们底气更足的传递宇宙的真相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分享视角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好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